首先為大家介紹我們藍幫的選手 來自韓國 讓我們歡迎 余颯麗 接下來是我們紅幫的選手來自日本 讓我們歡迎 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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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方碰拳比賽正式開始 紅方新手一直用他的前手去干擾對手的距離 韓國選手也是一個經驗非常老道的選手 雙方目前都還是處於試探對手的階段 並沒有做出太有效的攻擊 漂亮一個反擊 右拳 漂亮反擊 目前還是處於次拳相互對峙的階段 OK 韓國選手現在將對手帶入地板 猛烈的予以地板拳擊 日本選手現在陷入艱難的防禦位置 是否能夠撐得住韓國選手猛烈打擊呢 日本選手在他的職業生涯當中 從來沒有被提前擊倒的紀錄 韓國選手現在似乎肆意要對方站起來 以戰力技的方式重新對決 這位韓國選手他為了這場比賽 在一星期之內減掉了15公斤的體重 紅方選手出拳方式 是把整個重心往前切角度擠壓做攻擊 兩位同時做旋轉的攻擊 一個做擺拳 一個叫後踢 以前手次前做假動作配合百圈的轉身 可惜不夠深入 時間還有一分鐘 雙方選手現在似乎都有點疲累 出拳的速度也有所降低 一個身體的打擊 下路地板只剩下15秒的時間 10秒 10秒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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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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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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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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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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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手把对手推往铁龙 不断施以膝撞 照这样的情形 裁判会要求他做有效的打击 准备一个断头台咯 可惜狼方选手现在的位置来讲 他无法往后做断头台的动作 裁判阻止双方选手做有效的攻击力 中国选手将红方选手带入地板 博弘方选手马上就似乎要站起来了 再度被压到地面 断头台已经放进去了 有机会做断头台 现在把身体往后带 双脚往下压 试着把身体拉长 希望身体产生杆杆原理做一个断头台 双脚往下压 成功了 第四周 第四周 Let's hear the Koji Tappiucci from Japan And also a great battle from Yon-Sung Lee